大家好,我是Henry Sir 又好,歡迎大家收聽我們初級期權線上課程的第四章節 亦希望大家每天五分鐘一個月可以學會期權的基本操作 今天我們第四章節會說什麼呢? 就是說期權合約的價值,就是期權金的計算 之前的幾節我們也講過幾件事 我們也講過關於什麼叫期權 應購期權的call options是怎樣運作 應估期權是怎樣 今天來到第四章節 就是期權合約的價值,期權金的計算 好,我們直接進入內容 期權合約的價值就叫期權金,我們叫options premium 有些朋友就叫權金,總之就是合約的價值 期權合約,我們corporate的理論價值是用兩個模式 就是數學模式,binomial model和black schools model 兩個模式是計算的 binomial model是用來計算一些美式期權 black schools model就是用來計算一些歐式期權的價值 什麼是美式?什麼是歐式? 我們在之後的章節我們會再跟大家詳細講到 但是由於以上的計算涉及不少的數理 我們也明白絕大部分的投資者都不是數學家 也不是說研究的數理是想怎樣做的 是想知道期權怎樣運作 怎樣做買賣 怎樣取得一個穩定回報 所以我們不會在理論或者數理上解釋太多了 純粹我也希望可以解釋一下 即是說其實期權的價值是來自這兩個模式的計算 好了,其實 講一點點,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從理論到運作 我們其實需要知道是期權的價值 以及如何改變,而不是理論價值的計算 其實剛才我們講的兩個模式 簡單一點,我用另一個項目說 假設現在每隻股票的現價是100元 還有20個交易日就到期了 而有一個叫做引伸波幅的東西,就是30% 引伸波幅是一個較複雜的概念 過了幾個章節後 就開始再講引伸波幅是什麼東西 好了,股價100元 還有20天到期,引伸波幅是30%的話 那100個合約應該值多少錢呢? 其實剛才那兩個模式就是用來計算這些東西 好了,剛才我講過其實我們不是學數學 我想如果講數學,大家都沒有興趣聽的了 反而是說我們很實戰,究竟期權金要怎樣運作 怎樣操作和怎樣理解呢? 我用上一集說到 1月22日,騰訊2月的auctions chain 這次我們也拿回這個圖表來看 我們看到了 左上角圈著的就是騰訊 2021年2月的合約 好了,中間你見到圈著691 就是1月22日,星期五 騰訊淨股收市價 6891元 好了,我們今次看看 Pood這邊就右邊括弱了 就是應估其權 中間你見到呢 我先指一指給你看 中間你會見到其實我們指了幾個不同的行使價 我用藍筆去指示 就是55.58億股 這些就叫做期權金 即是這個8.25、29.65、56個多 這些就是期權金 騰訊一手合約 這裡你也見到 是100股的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張630Pood 你就每股給8.25x100 就是825元 那就就是我們所謂的期權金 OK 好了 我這裡約了一下 剛才我講過了 現在現價是691元 距離到期還有一個多月時間 因為1月22日到2月 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630Pood每股就8.25 690Pood每股29個多元 730Pood 就值55.58 我們不需要 記住無需 這裡很強的一件事 是無需的 不用怕 即是教數學 我也沒有這樣的資格去教數學 我們無需要學習 怎樣用 binomial work model 來計算這些期權金 怎樣出來 是不需要這件事的 第一件事 我們要對期權金的觸覺 什麼叫做貴 什麼叫合理 合理的期權金價格應該是多少 好了 第二個最重要的點是什麼呢 期權金會因什麼因素而別 而作出改變 而有變化 即期權金尤其是和股價之間的互動關係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很敏銳的觸覺 第三就是說 我究竟應該用什麼的期權策略 去應對日後的走勢 假設這麼說 如果預計股價是會升的或者會跌 或者我預計的期權將股價 將會是橫行的 究竟我要用什麼的期權組合去應對呢 這些才是我們作為一個投資者要知道的事情 好了 所以前文說到 計算的理論 但期權金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期權金其實到最後 你說的理論都是沒有用的 到最後都是受到市場 對期權的供求所影響 什麼叫供求呢 就是可能葛薩拿市場上的投資者 對於期權有一個很大的需求 很想買更多的選擇 去對賭好 去對沖也好 他們對期權的需求就會增加 期權金就會跪了 就會導致期權金扯上來的情況之下 你所謂的理論 就全部都不是apply的了 所以實際就是我們對理論期權金 是不需要理會的 其實很簡單一句說話就是說 其實trade出來的 真正有買賣的價錢 才是最後的價錢 好了 所以理論期權金我們不用太過理會 反而我們要知道 期權金 即是成交出來的期權金的成份 這個反而是我們做投資很需要留意的地方 期權金一般來說 就分了 加內值 和時間值 是由加內值和時間值所組成的 好了 我們一般叫做有價內值的期權 我們叫做 價內期權 in the money 我會有時簡稱 這個itm 就是in the money 好了 行使價 和現在的股價 最貼的 就叫做at the money atm 就叫做等價期權 好了 而沒有價內值的 又較距離現價遠一點的 那些極其原合約 我們叫做價外期權 out of the money otm 我們教學過程 我有需要說 你聽什麼叫做itm atm otm 但是實際 其實我們不需要太在意 itm atm otm的名稱 因為很多時候 當你股價移動後 今天itm 明天可能是otm 這大概只是一個稱呼 簡單來說 今天你叫做陳小姐 明天嫁給我黃先生 你又叫我黃太 過了兩年後 離婚 你又不是黃太 你變回陳小姐 所以純粹只是一個名稱上的改變 但是更加重要的 記住就是剛才第3個項目 就是說 價內值和時間值 是怎樣組成了這個 期權 這塊是我們要留意的地方 首先說一下 什麼叫價內值 這件事很重要 記住 因為我們合約有call和put 但凡所有call的合約 你可以買便宜了 而put合約來說 你是沽貴了 相對當時的現價 用行使價 和相對當時的股 現價就是當時的股價是多少 兩者做比較 若你是call合約的話 買便宜了 就叫做有價內值 若是沽貴了 也叫做有價內值 這點要留意的就是 所謂對價內值的定義 不需要擔心投資者 可能會這樣聽說什麼 稍後我會用剛才騰訊的例子 和你們再講解一下 讓你們知道什麼叫價內值 第二點叫做時間值 時間值 簡單說 期權合約一日未到期 還有價值 這點叫做時間值 時間值 你把合約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月價內或月價外的期權合約 他的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是較低 時間值就會少 相反如果不確定性是高的 期權合約 好像等價的期權 ATM 他的時間值就會是最多 所以要記住 很多時候我們做 我們的策略 其實是Long和Short一起做 我們很多次Short 合約 是做等價 因為最主要 我們想收一個最大的時間值 當然什麼叫Long 什麼Short 之後的章節 我們會慢慢 再蓋上 再說 好了 可能聽到現在也是一個雲 即是怎樣呢 好了 我用回剛才的例子 剛才我們在講 層信的現價是6991元 OK 我們看到630 Put的期權金是8.25 690 Put成交出的期權金是29.25 730 Put成交出的期權金是55.58 我們嘗試將每一張合約的期權金的成份 拆開 當股價6991元的時候 630 Put 這個是Put Contract Put Contract 意思是用630元沽正股 你有沒有沽貴度 因為沽便宜了 相對現價 即是要你用630元銷售股票 如果你有正股 你用630元銷售出去 你真的不肯嗎 當然不肯 因為我拿著正股在市場上賣 我可以賣691元附近 我不需要賤賣我的股票 所以你沒有賣貴了 你只是賣便宜了 所以這個情況是沒有價內值的 而整個期權金8.25元的成份來說 0元是價內值 剩下的所有部分 就是時間值 OK 股價690元 股價690元 690元 用690元沽正股 有沒有沽貴度 沒有 你也便宜了1元 所以其實它也是沒有 價內值的 它也是0元價內值 所以我們把整個Premium 減了價內值 就會出了 29.6毫 就是它的 時間值 OK 期權金是來自兩部份的 價內值和時間值 兩部份 我們用成交出來的期權金 看看 第一 有沒有價內值 沒有價內值的話 全部都是時間值 我們再下去下一個例子 730坡 現在股價691元 730坡是用730元沽正股 有沒有沽貴度 今次有 沽貴了多少 沽貴了39元 它的價內值就有39元 市場上買賣騰訊也是691元 為什麼你這麼傻可以730元銷售騰訊出去 就因為你有這張的期權合約 所以是銷售貴了 貴了多少錢呢 730元銷售 現在市場691元 買賣騰訊的證股 所以賣貴了39元 所以有39元就是價內值 我們再把整個期權金 減了價內值 得出來的就是 時間值 時間值55.58 減39 就應該是16.58 這個就是這張合約的時間值 OK 所以我們不需要理會 Binomial model Black Skulls model 什麼模特兒都好 我們不是要學那個模特兒 怎麼計算這個數字出來 其實你不用計算的 因為香港股票期權來說 有個莊家會出價 他也會因應當期的情況 開價出來 可能他會抹闊一點 就是將買賣差價抹闊 買賣差價這部分 我們也是遲一點的章節 再說回 究竟是怎麼回事 總之這個8.25元 29.65元 55元 你不用學 怎麼計算的 你看到 他成交出來的期權金 這就是市場 搭你 這張630元 就是值這個價錢 因為有人願意用8.25元買 有人願意用8.25元沽 所以這就是最後的成交價 好了 這個成交價 怎麼用模特兒計算 我們不需要知道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這8.25元裡面有多少是價內值 多少是時間值 就住上面這個案件 630元 由於沒有價內值 現價691元 他是較為價外的 他本身沒有價內值 所以這張我們就叫做OTM 價外期權 好了 這個690搏 現價691元 其實690 和691元 很貼價 這個就一般稱作為 ATM at the money 等價期權 我不寫期權了 大家明白了 好了 而這個730搏 由於他有價內值 那一罐你價內值多少 價內值10元也好 20元也好 你都可以叫做一個 價內期權 總之他那些薩奶有價內值的話 你就會稱呼他 價內期權 這張就叫做ITM in the money 就是價 內期權 所以我們要留意 其實 成交出的期權金的組成部分 是怎樣組成呢 價內 價內值和時間值 兩者組成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例子看到 其實這三張合約裡面說 哪張的時間值是最大 中間這張 29個路 所以 其實我之前這麼說 這張是一張 等價期權 等價期權的時間值 在 相對價內 價內的合約來說 等價期權的時間值 是最高的 記住這件事 價內值時間值 除了股價 改變會有很大分別 舉個你這麼說 可能一天之後 騰訊的股價升到791元 原本你這裏有價率 當然這三個的期權金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它不會還是8.25 29.6 55.58 如果騰訊證股 升了100元的話 這些 價值 就會下跌 即是這張630 項值1元 這張項值4元 這張項值9元 價值會改變 所以原本你股價691元的時候 這個是730倍 就有價內值 如果股價一抽上100元 去到一天之後 791元 這張合約就會變成 沒有價內值 它也由原本的價內 搖身一變 變成價外 好了 這一集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明白到 期權的期權金 其實計算是怎樣 記住理論的部分 不是我們要留意的地方 我們最主要注意的就是 究竟期權金 的組成部分 是怎樣 以及最經明白 等價期權 的時間值 是最高 以及最要知道 什麼叫做 價內值 好這集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下集我們再見 拜拜 歡迎大家來到 對沖皇道的YouTube Channel 在這個Channel裡面 會收集到很多 期權的資訊 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幫我share 或者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或者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或者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集的資訊 我們下集的資訊 我們下集了 感谢观看